今天是2022年3月3日 現在下午1點45分 試完我28日那天 凌晨4點多就睡不著 想起我朋友之前叫我打那個1833019 就跟回政府說 因為中了肺炎出不了街 就需要拿物資的 因為我本身是未打針的 本身我是預約了3月10日打的 但現在不用打了 不用打著 不是不用打 那就打一去 那有寫柱一些人了解我的情況 那我也有說回我現在是一個人住 那家裏有些什麼 那可以捱到多久 那他都說我們只可以送幾天的物資給你的 那ok 那我也覺得有好過沒有啦 即使我出不了街 那現在介紹一下 那他送了些什麼給我呢 那就有一包2公斤的米 兩罐梅鍋肉 兩罐不同牌子的茄汁焗豆 一包出淺一丁 裡面有五包裝的 東莞米粉 通心粉 六包子沒有裝的奶 還有呢 還有呢 地滿的 雜菜豆的物體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因為我沒有買過來吃 那還有兩盒茄汁沙甸魚 一包細包的麥皮 那可以沖來吃 當做餐 另外呢 還有兩包二米餅的 還有 我兩邊的十九口罩 兩個快速測試 還有 一支搓手液的 那就是這麼多了 也感謝他們這麼快速到送來平洲給我的 因為我同事呢 早過確診 那他也早過我登記 那他住深水埗還沒收到這些物資的 不過 不要緊要啦 那起碼我還有九天 計算家裡的東西 應該也頂到一段時間的 那anyway 希望 大家都快點痊癒 那 這條片先說到這裏 那大家記得訂閱我頻道 給我一個Like我 支持我啦 那下條片再見 拜拜